当地时间9月28日,第六届年度狗狗冲浪大赛在洛杉矶亨廷顿海滩展开。 65名狗狗选手,上午8点就来到海滩上,跃跃欲试,做起了暖身运动。 尽管狗狗冲浪听起来是一个不寻常的体育赛事, 但是还是吸引了上百民众带着相机来到海滩,想要抓住这些可爱的瞬间。 亨廷顿海滩一直以其独特的海浪著名,许多专业的冲浪大赛都在这里举办。 狗狗冲浪大赛的选手将会根据不同的体型分四度进行比赛, 同时也会有一场混合大赛,裁判们为狗狗设定了不同的技巧评判标准, 包括它们冲浪的时长和它们在冲浪板上的表现。 除此之外,海浪的不定因素以及浪花的大小也会设入评判范围。 在参加正规比赛前,主人会带狗狗去参加一些基本的冲浪训练和狗狗培养默契。 狗狗在冲浪的时候,主人会陪同在它们身边,帮助它们下水,并在冲浪板上保持平衡。 此次狗狗冲浪大赛的一部分收入将会捐献给当地六家动物慈善机构。 新华市记者王超,赵旭辉,美国洛杉矶报道。